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論盡香港的論盡頭條 我是家偉 今天想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想說說特首選舉 這個選戰真的越來越厲害 四強出爐 最終出現了一人參選模式 問號 國家選委會剩下風向標 是不是真的 看之前希望大家先讚好我們的影片 另外訂閱我們論盡香港 按旁邊的鈴鐺 剩下全部 Youtube開心得上來 我們有新影片 就有機會派影片給你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逢星期一至五 下午五時 星期一至五的下午七時 星期一三四五 晚上和二至六的中午十二時 論盡香港都會有影片或直播送給大家 希望大家準時留意我們的影片 另外 如果在看Facebook的話 希望大家都會讚好我們的專頁 可以的話 做完我們的會員就更加好了 除了我們支持論盡香港之外 亦都希望 如果你做了我們的會員 我們會有會員專屬片段送給大家 還會有定期的抽獎 希望大家盡快做我們的會員 最後希望大家下面踴躍留言之餘 亦都將影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讓更加多人都可以知道和一起討論我們國家 現在我們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今天和大家討論有特首選戰 會出現這個所謂四強模式 這四個人是最大機會 以下就是家衛我自己純粹推測 那最後是怎樣的話 我們先看今次的家衛說什麼 特首選舉將會在下星期日 即四月三日就正式開始了 很多路邊社 風聲等傳了很多人 但是家衛我自己本人的話 先跟大家說說有什麼人是比較大機會 大家看到圖片當中有五個人頭出現 分別看到我們梁正英先生 李家超司長 陳某波司長 鄧炳琴局長 還有中間那個被人蒙著雙眼的位置 林鄭月娥 先說說有些人收到風聲 路邊社消息 說國家隊第五屆選委 就會說坐定 看回中央有什麼指示 會指哪一個 首先跟大家說說 這句話我覺得可圈可點 我心是愚蠢的 你做選委 你是用來做什麼的 就是提名的了 是不是 現在說都搞了那麼久了 都磨拳拆了那麼久了 你連你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做提名 你自己都不打聲十二分精神 你當然是擔心一百層位 那段時間就是全神貫注 看看有哪一個應該做下人特首的 就正正要考慮哪一個人去做 有些消息說現在國家隊正在等待了 等待有關當局 暗示或者批示 一齊提名這個 我覺得這句話真是可圈可點了 因為 神經病 選委就是做這件事了 選委就是看哪一個有識之士 有意參選的就看那個人對不對 OK的 就提名了 這件事是交給選委他們自己處理的 但是現在熱門人選來說 逐個跟大家說說 其實根據加韻我自己本人 或者說不同的消息渠道 其實都說了有很多很多很多人名的 如果是說現在最賄收可熱的話 分別就有李嘉超司長和陳某波司長 這兩位司長在這裡 其實如果大家看回他自己本身的工作上的話 都做了不少事情的 包括說波波在上星期一的時候 當時林鄭就說 我們就殺亭全民強檢了 暫緩 那整堆事情就繼續 林鄭就像唱K 一樣拿著做咪吧 其他司長和局長就坐在這裡 不知道做什麼 最後呢 只有一位人士就說即時說我們要堅持動態清零 如果我們不堅持的話 就不用跟內地做通關了 說出這句話的誰呢 陳某波 波波的話 如果是現在來說 屬於大熱人選之一 而這位大熱人士的話 之前有些記者問過他們兩位人士的辦公室 就問他們有什麼回應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些記者問來做什麼 你是不是第一天做記者啊 如果你能夠找回之前的資料看法 就算當年薯片叔叔 曾俊華和現在今屆的特首 林鄭月娥 他們兩個都是司長 和這次一模一樣 當年就說林鄭月娥是政務司 而曾俊華就是財政司嘛 沒錯 現在是說李家超是政務司 陳某波是財政司嘛 一模一樣的 當年的時候你問他什麼 他都不會回答你了 為什麼呢 人家現在是司長嘛 你問他 你是不是有興趣做特首啊 你不要玩啊 當然是否認了 也是拒絕評論這些所謂的揣測 絕對不會說的 也不會有人斬廳切鐵就說 一定不會做 沒有人會說這件事的 當然啊 之前林鄭月娥是有說過的 在當時梁振英先生 她那個時候還是特首的時候 她還沒說自己是不競選連任的時候呢 林鄭月娥是說她會做這次政務司之後呢 任期完結了就退休了 當年 但是因為最後梁振英先生 她就不尋求連任 而林鄭月娥就突然說了一句金句出來 就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不得不重新去考慮去競選這件事 之後就好像現在這樣了 梁振英先生是不是會繼續呢 我稍後會再說 但是說李家超和陳某波的話 她們兩位叮噹馬頭 為什麼呢 因為兩位都出現了很好的勢頭 包括就是什麼呢 陳某波波在做財爺的時候 其實在香港的財政來說 都真的挺穩健的 也是說再一次近來再高舉動態清零的旗次 做好抗疫的工作 當然你說她做好工作還是口頭工作的話 都是一個姿勢 而有不少的政商人士都覺得 阿波波正通人和 而是說她也有一定的優勢 但是究竟她能不能夠抵禮前行和魄力如何呢 或者之後可不可以做好這個改革工作呢 打了一個問號 但是後者剛剛所說的魄力 抵禮前行或者改革這件事 正正反過來 這就是李家超思想所做的事情 大家也看到 正當香港大風大雨的情況之下 李家超思想做好她自己本身應該有的工作 帶著我們香港的官員和香港的專家 帶頭去和內地的專家開會 不是單方向的 她除了上去和內地專家開會之後 也帶內地專家來香港 去看香港的情況 這些也看到 國家其實非常非常重視李家超思想 也覺得李家超是一個人才 在這方面做得不錯 那究竟兩位人士都應該說 也有不同的人士支持 那究竟他們是否能夠笑到最後 慢著 又要再看看 因為當中有一位重量級人馬 那位就是梁振英先生 梁振英先生其實在他做現在這一刻 他是這個叫政協的副主席 還有一個政協副主席在之前開會的時候 其實他都很努力地 是就香港的問題 去給出不少意見 為什麼就香港是土地不足 也是說公營房屋的問題 其實梁振英先生雖然他是一個富國級的人馬 政協副主席 但是同時就算是全國家來講 就算是豆腰這麼小的 他在香港 梁振英先生都是繼續提交意見 所以很多人都在揣測著 梁振英先生有可能真的出山 真的隨時可能準備好都不定 為什麼呢 梁振英先生其實他自己本身現在這一刻 其實他最有機會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他其實已經可以隨時準備了 一 他做過特首 他有這種經驗 第二 他是富國級人馬 他跟內地的人物網絡做得非常非常好 同時他自己本身都有一定固定班底 他是可以隨時馬上拿回政綱 競選班底等之類 他可以隨時馬上拿回政綱 隨時可以 當然啦 有些消息人士又說 萬事俱備 只欠北方 國家給他出來 再做一次特首等之類 我不敢說 我不敢說這件事 但梁振英先生他的優點就是 他可以在極短時間之內 即時籌備他的班底 讚寫他的政綱 再競選 這件事就正正剛剛所說了 兩位司長是很難做的 你想想 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現在這一刻大家還看到 李嘉茲司長和陳茂波司長兩位 都仍然在做香港的防疫工作 你要4月3日即時給你辭職也好 你辭了職 首先還要等幾天 因為國家中央方面 接不接受他請辭呢 就算接受請辭 也要等幾天 等幾天之後 好了 我當你真的可以是正式請辭了 你再去找人去做提名 時間足不足夠呢 我當是說有時間讓你找足夠的提名人數 你能不能夠有時間做好你的政綱 和籌組你的班底呢 這也是兩位司長的弱項 梁振先生的強項 但正正這件事 也可以再說一件事 香港其實未來的特首 是需要一個真是能夠破格的人 能夠破到現在香港這個混族形勢的人 即是你是要很勇於做好改革 以及要做好一個立新的制度 公務員制度有問題 要做 第二 官僚文化 要解決 第三 駕蟲蝶屋的政策 以及官官相偉的情況 這些也是要做的 你沒有那麼多能力 拍力 決心 都很難做 梁振英先生 有的 但同時還有另一個人 也有的 那個是誰呢 那個就是 鄧炳強局長 鄧炳強局長 作為一個保安局局長 沒錯 他到現在為之 年資上淺 但其實我們已經看得出 鄧炳強局長是有這方面的才能 非常非常有魄力 大家幻想一下 在整個官場的環境 一潭死水的情況下 我經常說 有兩個非常厲害的人 一個就是李家超司長 另一個就是鄧炳強局長 方艙醫院是我們國家 中央給我們重要的財產 但看回 咦 為什麼醫管局不動呢 衛生署不動呢 方艙醫院放在那裡 吐草嗎 吐塵 不是吧 鄧炳強局長馬上擔起重任 即時去找消防處處理這件事 自從有消防處的熱線 鄧炳強局長揹起了 就是幫方艙醫院 將所有的真冠病人 全部移下去的話 我們看到 在消防處協助的 青衣方艙醫院 開始已經接近爆滿了 其次開始慢慢有不同的方艙醫院 亦都在鄧炳強局長的指揮之下 而做好了方艙醫院應該有的工作 這件事大家千萬不要小看 這件事就是家衛我經常所說的統籌角色 和指揮角色 鄧炳強局長是一個非常非常知道什麼叫統籌的人 根據家衛我自己本人 和我自己身邊的不同的朋友 接觸過鄧炳強局長的人 之前是警隊的一哥 或者甚至乎在其他不同的分區做指揮官的時候 其實跟他打過交道 接觸過他 也非常非常感受到鄧炳強局長 他自己本身是一個非常有感染力 有魄力 和要說得出就真的做得到的人 還有 他是絕對深得 他旗下的所有同事的支持和信任 這些所謂的威嚴等之類 他是作為一個特首應該要有的能力 所以你也不要說鄧炳強局長沒有機會 鄧炳強局長和梁珍先生 就正正是這些 真的有能力打破局面的人 的一個不二之選 那你說家衛 現在你已經說了四個人 那林鄭月娥是什麼一回事呢 為什麼家衛仍然會把林鄭月娥放在這個位置 因為 他現在這一刻也是特首 大家要記住 如果林鄭月娥 他這一刻說要揭歌起義 是 家衛說了很多次 罵了很多次 就算林鄭月娥說他真的有興趣想選也好 有沒有選舉 有沒有選舉 有沒有選舉提名他呢 另外 有很多很多林林中中的問題 包括他有沒有面子繼續走這條路呢 這個沒錯是問題 但是 剛剛家衛所說的以上這麼多事情 每一個人事當中 他所面對的問題 對於林鄭月娥來說都不是問題 為什麼 他已經在任當中 政綱要死有多難 整個特首辦現在立刻做都可以 競選頒底整個行政會議成員都是 他是最最最最最最最 如果真的想做連任最簡單的那個 理論上 所以你也千萬不要說林鄭月娥沒有機會 當然 如果你真的以民望 甚至乎有沒有選舉去提名他 這個就是他的短板 就著家衛之前 其實也說過有很多人名出來的 包括陳馮富珍 葉太葉劉淑儀 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的人名出現過 但是陳馮富珍基本上他已經說了 就是說他不想參選的 他無意重入熱廚房當中 葉太的話 其實說真的 葉太葉劉淑儀 我不能夠代表他所說的 雖然家衛我和葉太的話 都是有些關係 我自己本身是有團體背景 我不能夠代表他所說的 而大家也不用再揣測 說葉太自己本身本人 有沒有興趣做特首 我相信大家不用再猜 他當然是有興趣 不然他之前也不會有兩次想做 但是其實前兩次 他也是拿不到足夠提名的情況之下 在現在這一刻 大家都已經在說 是不是再給多一次機會 給公務員出身的人去做特首呢 在這個前設之下 其實就算陳馮富珍也好 葉太葉劉淑儀也好 就算現在這一刻的特首林鄭月娥也好 大家都覺得 因為林鄭你 打爛了整個制度玩法 現在是說你作為一個政務官出身 或者公務員出身 原來你搞香港也搞到這樣的 大家還會不會相信公務員可以做到一個好的特首呢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有見及此的話 曾經有些記者問過葉太 葉劉淑儀 還有再問過陳馮富珍 其實基本上他們都沒有任何回應了 我再說一次 現在這些記者 你再問他其實有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到4月3日再問的話 那就有機會有不同問題 不同的答案 為什麼呢 因為開始了提名了 如果那一刻你都說 哎呀我不做 我再想一下 你愛嫁不嫁的話 喂 那些選委開始提名其他人了 所以我再說一次 如果再有些記者 在這段時間之前 在4月3日之前 再問一些所謂的競選人 疑似競選人士 喂 你有沒有興趣做特首啊 我心想你下班 不要再問這些無聊說話 無謂的 沒有人會回答你的 大家看這段影片也要記住了 其他那些 譬如之前所說的陳志思啊 什麼廣交所的主席史美麟啊 之前的行政總裁李小嘉啊 陳德琳啊 廖長江啊 李國寶啊 這些林林總總曾經有倫有割 也有人疑似傳過他們 有機會選特首的話 算了 不要再想了 李國璋 廣長江是行政會議成員 那麼 他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呢 陳德琳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呢 李小嘉 算了 李小嘉是不是有這樣的能力呢 史美麟是不是呢 沒錯 這些全部都是和內地的關係不錯的 但是 知名度有所不足 陳志思的話也算吧 是假假的一個香港公職王 在公職方面真的很厲害 但是近來已經說了 他之後會去做M家那邊 還算不算 再者 人家銀行家出身 商界出身 今次的疫情當中 露底了 他是不是真的幫助我們的星斗市民 還是真的幫助商家 喂 不用說了 至於是說剛剛有朋友說 或者有些所謂的傳媒說 哎呀 4月3日的時候 有很多選委等之類 就是坐定定 德正正在那裡 等待國家法樂 指派誰誰誰誰做的時候 你就提名他 我再一次說 廢的 你是傻的 你作為選委 你自己本身要做的是什麼 你就正正就是要做好提名門檻的工作 提名哪一個的話 現在這一刻你就已經要自己看好哪一個 之後 如果真的有人 我舉手我想做的時候 那些提名期就出現了 4月3日才提名 如果你4月3日之前 可以提名你的話 打工手 再者現在這一刻 誰有說自己有興趣 有 有五位人士有說過 包括說閃師傅 另外還有兩位名不經傳的男士 包括之前有曾經說過 想參選 而是說前兩屆也有做過的 前民見戀的成員 胡世荃先生 另外還有一位男士 還有兩位女士 那些應該都是 不說了 想出一下名字 我亦都不相信他們能夠 拿到一個齊名的門檻 閃師傅他很努力 我也知道閃師傅是一個外國人士 而我所見到的也是說他的評論也非常好 但是他最後能不能進閘 還未知之數 但是我自己的家衛 就希望跟大家說些什麼 做一個特首人選 有些什麼要缺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幫到我們國家 就盡量要幫 做到當然記得做 你幫不了我們國家也好 你也不要添煩添亂拖後腿 記住家衛說你的句話 剛剛以上所說的那麼多人士 自己考慮清楚有誰是拖後腿的人 不止一個 家衛你說名字 我只說一個叫林鄭月娥 大家也知道有夠醜 夠了 這個還不是拖我們後腿 還不是說我們香港是添煩添亂 還有 選特首的話 還有什麼要缺 有 要有國家大局官 絕對不能讓香港再一次 做為一個搗手搖腳的搗帥家 要跟大灣區做好結合 還有 要積極的 真的推動我們香港 打造一個全新的香港 造福我們香港之餘 也能夠跟我們國家做好連結 這就是一個好的特首人選 以上剛剛家衛說了那麼多人名的話 不知道你又怎麼看呢 最後最後希望大家記住 其實誰做特首都好 他都是選委所提名出來 也是選委選出來的 基本上中央都一定會肯定了他 也會稱讚這位人士 誰做得好 最重要就是記住 家衛說一句 幫到國家 盡量當然要幫 幫不了 你也不要拖後腿 這句話 適用於任何一個特首 接下來誰做特首都好 還有現在誰做特首都好 記住 不要拖國家後腿 不知道你又怎麼想呢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說一說 你覺得誰才是心水 還有把這條片廣傳給身邊的朋友 之餘的話 記住 按個讚先 訂閱我們的論壯香港 按旁邊的小鈴 還有全部的話 那YouTube開心起來 而我們的新片 他就會推介給你 也都希望 如果你看到Facebook的話 記得讚好我們的專頁 逢星期二至六中五十二點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點 下午七點 還有星期一三四五晚上 我們分別都有直播 還有會有片送給大家 希望大家踴躍做我們的會員 我們真的幫到我們論壯香港很多 我們會有很多會員專屬片段送給大家 之餘 也定期會有會員抽獎 希望大家踴躍做我們的會員 還有留言 分享條片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可以知道 和一起討論 我們國家 我們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什麼事 我是家偉 稍後再見 拜拜 好